哈囉各位藝人好朋友大家好 其實是中華民國110年的8月24號星期二 那現在是下午6點多了 那我們到園子裡面來到新年區來做一些灌溉 我們放了一些水 好那準備讓這個園子有植物可以解解渴 因為這幾天沒有下雨 那今天在整理的過程當中發現了一件事情 來帶各位看一下 非常的恐怖啊 天啊 來進拍給各位看 這是什麼 超多的紅螞蟻 這種聽說不是熱帶活魚 但是這種是紅螞蟻 它咬人非常的痛 我讓它咬過 而且痛很久 非常的痛痛很久 那現在園子裡面發現呢 已經越來越多這種紅螞蟻的一個蹤跡 那再過一陣子 等其他事忙完之後 就要想辦法來把這些紅螞蟻一翼的剷除掉 這個原本是一個花盆 花盆 當初移植這顆芒斑過來這邊種植的時候 留下來的花盆 結果這花盆裡面 竟然繁殖了一撥紅螞蟻 紅螞蟻 紅螞蟻 會不會是等一下要下雨 因為天色有點 有點昏暗 我動看看 天啊 你看我一動它 嚇死人 哇 這時候真想養一隻死蟻獸啊 天啊 好多啊 大家看到這種螞蟻的時候 一定要小心喔 不要去碰觸它 最好離它遠一點 這種被咬到的話 是非常非常的痛啊 有些人對這種可能也會過敏喔 所以他 遮人疼痛的程度喔 不雅於那個蜜蜂喔 我被他咬過一遍 咬過一次 而且他會立刻的腫起來 有點那種過敏的那種現象 現在呢 拍攝這一部 呃 紀錄給各位看齁 大家看有沒有什麼 呃 有效的滅蟻的一個 一個方法 提供給我們知道一下齁 當然 滅螞蟻 我們知道也有很多種方法 但是有沒有那種 更快更有效 然後最好是無毒的 有的話 大家在留言區留言告訴我們吧 也供那個 其他有一樣困擾的一個 農友們做個參考 那我如果有 查到更有效的一個方法的話 我也會提供給各位看 提供給各位參考 之後 等過一段 過一個階段之後 我們再來滅蟻 那滅蟻的過程再拍攝給各位看 好短短一個分享齁 只是讓各位看一下這個 壯觀的一個 一個影像齁 讓各位看一下 多麼恐怖的一個螞蟻 紅螞蟻 好 那麼分享就到這邊 我要趕快來工作 我們下次見 拜拜